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传统的古乐 让这张专辑变成更有层次感 更有质感 而且你如果有买到实体专辑的话 你也知道说里面歌词的本本 就找来了出名的画家龚万辉 本地很有名的插画家 来为九首单曲手绘精美的画作 让整个意境更加的饱和更加的唯美 那今天话不多说 我们的中场休息来一点音乐 就找来了欣燕 我们的前巴莎Nova公主 来跟我们以这个诗歌公主的身份 来跟我们谈谈这张专辑神秘之歌 整个非常精彩的制作过程 哈喽欣燕 好久不见 嗨欣燕 Ivy好City Plus FM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距离亲眼上次来古镜已经有两年了有没有 有有有 因为这次我也是访问她 也是因为她带了她的那一张 带出发的专辑来 非常的惊艳 而且是参加我们的Jazz Music Festival 没想到这一次你退去很性感的姿态 带来了一张文学专辑来 很有气质 就是整个level又在加高了 是 会让我觉得说你这么急于突破自己 为什么 我其实并没有急于突破自己啦 其实要说 其实这张专辑是在我那个 《唱有亚洲专辑》之前就做好了 对 然后 对 然后因为一些事情的缘故 就变成这张专辑推迟了推出 那我一直以来都想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 都要是我自己喜欢的 那很幸运这一次就因为 因为作词人修杰还有诗人那个若涛的引荐 然后就有幸参与了这个文学作品 对 所以欣愿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诗歌的人吗? 我其实是在2008年才开始接触诗的 所以不能说我原先就喜欢诗 而是2008年我参加了马来西亚的一个文学活动 叫《动地影》的让我开始接触到诗 诗歌还有马华文学诗人 那那个时候才让我对诗 诗歌有更深层的认识跟兴趣 发现其实诗歌原来不是那种一听了就想要睡觉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说原来马来西亚除了有很棒的音乐人之外 其实还埋藏了很多文学作家 这是值得欣慰的诗歌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把诗谱成曲 然后收录在一张专辑的概念是从2008年开始慢慢酝酿而生的 可以这么说吗? 也没有耶 这个概念是从大概2015年那个时候 作曲人就是修杰 他就摇了一通电话给我 他说他手上有几首诗歌 就是若涛所写的诗 他谱了曲 想要让我帮他唱一些demo 好在下一次的动电影可以唱 那我就说好啊没问题啊 然后就见面然后唱了 我就发现那个作品好好听哦 怎么那么好听 只是留在动电影表演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动电影它几乎是十年才办一次的 那这么好的作品十年才被听到一次 我觉得好可惜 所以我就有建议说 哎 倒不如把这个歌曲转换成一个专辑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马华文学 还有透过马华文学 变成一种容易接受的音乐 而且流行音乐 结果就这样成事了 对 那修杰可不可以谈谈他的部分哦 他是帮这个诗词普成曲嘛 有没有一个做法是先有曲后有词的 以你对修杰他的工作的这个理解 修杰呢 我其实2008年就是因为动电影跟他接触了 发现他好厉害写词好厉害写歌 他自己本身也有组一个团 然后我对他的作品最为感到惊讶的是 是一个叫7月14 那个真的很好笑 也真的很好听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到 哎一个在默默耕耘的一个作家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跟他合作是 他写了那个苏丹街 那时候很多苏丹街的老店被逼搬迁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苏丹街 然后让我帮他唱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无间的合作 然后后来呢 我知道他其实本来是写词开始的 然后再谱曲 那来到了若涛神秘之歌这个系列呢 就我觉得对他来讲有一个挑战 因为诗他的规格跟词原文就不一样 就是字数长短不一 然后可能也没有什么运缴的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我外人就觉得 啊这样的诗歌怎么变成曲啊 连我自己都看不到那个格式 会很怪的 对结果我我觉得只能用鬼才来形容 修杰王修杰 对他竟然把那些规格不太一样的诗词 变成很流行有很明显的那种verse chorus那种规格 而且旋律是那么的朗朗上口容易入脑 我就觉得好神哦这个人 对他几乎他几乎没有把若涛的诗词做任何的文字更改 对他就是有点像为若涛的诗披上一件佳衣这样子吧 嗯就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对于修杰他脑袋里面到底是怎么思考这件事情 我也蛮好奇的 你怎么样去听过这个旋律的好听性 然后同时也会让诗词在一首歌里面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就好像欣燕你刚刚讲的 就是他还有Verburs还有chorus 嗯所以这样子听下来 整张专辑真的非常的厉害 其实修杰写的这些曲子呢 就是一个demo 我听到了是有一些 哇怎么这么厉害 把一个诗谱上了曲 然后又朗朗上口大众话 可是真正更厉害的 更深一层的就是来到了编曲音乐总监的手上 就是Ken Hall 让这些每一首诗歌呢 更有那个味道更大气 更能够表现出每一首诗他想要表现的东西 所以就是来到Ken Hall 音乐总监的手上呢 其实这些诗歌 所谓的歌曲 已经整个改变了他的原先的那个 acoustic的面貌 对 那我知道这次死密之歌专辑啊 你收录了十首歌曲 如果不包含第十首就是昨夜他来的 acoustic的版本 其实你们一共是用了九首就是来自于这个周若陶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诗集嘛 那你有没有哪一首曲子 你听到之后你就觉得说天啊太厉害了吧 就是这个修杰他竟然可以把这样的一首诗 能够编得那么的流行 而且让你惊为天人 或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哪一首作 其实专辑里面有十一首歌 包括那个昨夜他来acoustic版的 那十首歌里面呢 有九首原本就是出自于周若陶 他的神秘之歌诗集里面的诗 那有一首 我觉得所有歌曲真的要归功于我们的音乐总监 Kent Ho还有他的团队 因为比如说那个昨夜他来 他有两个版本 就是除了acoustic版本之外 还有另外一首真正在Kent Ho 音乐总监编曲人的手上出来 我就觉得这首歌 它的原生是acoustic版本 怎么可以编成一个大概三拍的一个曲子 怎么这么厉害啊 而且就是那个编曲让我有点吓到 有点却步 因为我一直拿捏不好唱不好 对 我记得你好像有在一个访问当中有说到 其中一首曲子让你唱的废都要掉出来了 哈哈哈哈 唱的不好废要掉出来的是那个主打的神秘之歌 为什么 为什么让你觉得这首要掉出来了 首先其实因为我的音域本来就不太高 就是属于比较中音型的 中音 那在修节谱曲的时候 可能有些时候 他觉得比较高一些会更好听一些 所以然后就是变成我有些时候 那个最低跟最高就局限了 所以刚好神秘之歌在修节谱曲的时候 就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变成我要吸非常足够的气才有办法把这首歌完成 那你刚刚说有什么歌是让我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作曲人可以写成这样 我觉得神秘之歌这首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吧 因为当看他的诗的时候 就左看右看这个怎么能变成一首有verse 有chorus的歌呢 可是就是修杰做到了 所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 我觉得是高难度的一个作品 然后王修杰先生完全就是能够征服他 然后收录在新宴的这一张 《以狮子铺成神秘之歌》的专辑当中 我们来听听专辑的同名曲《神秘之歌》 忙了大半天 不如先放缓脚步 放松一下 听听音乐 中场休息 来一点音乐 欢迎回来中场休息 来一点音乐 你好我是小芬 嗨我是Ivy 今天能够再看到这个新宴呢 非常健康的在我们的镜头前面 非常的欣慰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新宴在上个月 就是发现自己确诊了对不对 嗯 对就是很不幸的在上个月 四月二十二号正式被确诊了 然后现在在家休息 呃就是发现自己有发烧 其实就那几天很难入睡 然后后来就发烧 那其实我以为是因为我睡不好 所以就发热发烧 就是我从来没有那么烧过 平常烧也只不过是三十七点多度 不过那时候是超过三十八度的 然后隔一天的烧也没有退下 我其实当晚发现有发烧的时候 我就吃了一颗那个退烧药 对然后隔天隔天早上起来 其实是有退烧了 那我想啊很清醒 然后我就开车去呃呃做那个检测 嗯嗯就做那种drive through的 因为我不想感染到别人 我就做drive through的 可是我觉得因为要在车上等两个小时 又很热在烈日下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回到家 我的烧又回来了 就那一整天都在三十八度以上 然后第二天收到报告就说我确诊了 对嗯所以那一天收到 有其他的症状啊 有就是我收到报告是二十二号吗 呃二三四五星期五的时候 就那个卫生部那个评估中心 打电话来的那一天 要把我接走的那一天 其实我就出现了那个呼吸困难 哦这个呼吸困难是我从来都没有试过的 就是我可能说一个字母需要用两秒钟 而且是非常的弱的 就那天其实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那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了 所以那时候我把我那些很重要的密码之类的啊 一些重要紧急的东西都赶快拿回一些力气交代给我弟弟 就当天其实呃两点到八点之间我是在蛮挣扎的 因为呼吸的确蛮辛苦的 嗯那你进医院的时候呢 有什么医护人员是给你就是有呼吸器吗 还是怎么样来帮助你更迅速吗 我我其实要说一下 可是大家我觉得呃不要不要学我吧 因为其实评估中心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就这么巧的呼吸困难开始 嗯然后我说话真的很喘很慢 一个字母可能要说两秒 然后后来他就说我只有两个选择 就是去呃医院或者是去隔离中心 当时我以为两边都是医院 然后后来我为了不要去这两个地方 我就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就努力的擦精油来舒缓 结果我有变好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看我有比之前更好了吧 然后他就笑笑他说我还是必须去 因为我是一个人住嘛 所以结果最后他把我送进了那个隔离中心 而不是医院 然后很不巧的我当天到了隔离中心 好像全都好了 哦哦 对对对对就是我的呼吸困难是出现在两点到八点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非常后悔说我跟他说我有变好了 哦 对 不过因为进入隔离中心呃因为人多的关系 后来在里面的第三天我也开始失去了嗅觉 然后也睡不好身体也还在发热这样 对 嗯 不过后来我又自费转入了私人医院这样 哦 那我们知道欣燕你其实现在是在康复当中啦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呃我其实有慢慢一步一步的在呃康复当中 只不过我现在偶尔会有一些干咳 然后我做事情呢不能够太急促 嗯 我必须走的慢一些 然后讲话也需要慢一些 要不然我会比较容易喘 对 嗯 所以我其实很久都没有做家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对 没关系请教你的阿姨吧 那其实 可是因为现在MCO并不能让别人进来 对 对 然后我其实非常庆幸的就是这段缺诊的时间里面 我并没有呃失去味觉 我只是失去了嗅觉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食欲 会比平常来得好 我一天三餐都吃得很饱 而且很快就肚子饿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对 不过医生说 对对对对 康复的症状 嗯 你快要完整好了 可是 没有欸 我从我 發高烧还没被缺诊的时候 胃口就这样一直很好 到现在我也觉得好奇怪 那有问医生吗 医生怎么说 呃 医生说 有胃口就多吃啊 是好事 真的 真的 嗯 对 然后现在我也 我也会经历很难入眠 嗯 我这一个月以来都很难入眠 我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子 现在真的很难入眠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康复期需要经过的吧 嗯 好 那我们也希望你好好的休息 对看到你这些康康好好的 能够跟我们在这边做连线 能够聊聊你的康章集 也是一个 已经很好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象征了 是 那说到声音的部分哦 有发现说 现在就是不能够说话太快 要比较的 嗯 放慢速度 嗯 那现在如果说 呃 要唱歌的话会影响吗 嗯 换气啊 我觉得肯定会影响的 呵呵 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吸完足够的一口气吧 因为我们唱歌需要用很多肺活量 嗯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 呃 三个月后才可以开始慢慢正式的唱歌吧 嗯 因为我们其实也还蛮期待就是可以看到新艳 他可以 因为他这次推出了新专辑嘛 嗯 我们还蛮期待可以看到你办这个线上的音乐会 对 对 不过我们这样乍听之下应该还有一段时间要等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等 做一歌我们可以等 的 好东西值得等 嗯 嗯 那我们来继续聊聊你这次神秘之歌的专辑 嗯 因为我们就注意到跟你过往的作品 像是霸沙公主啊 还有唱《游亚洲》比较起来 这张专辑的音色其实是片语比较低沉 嗯 很巧的我也是在2008年的动地认识他的 后来的《游亚洲》我也把它拉进来当我的声乐老师 包括这张神秘之歌 那因为我相信他我信任他我相信他能把我我生意里面呃不被发掘的可能性都发掘出来 嗯 所以呃其实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还蛮挑战的 因为这是跟我以往的作品不太一样 是 那对那呃至于为什么说这张专辑好像比较多用气音啊比较压抑式的东西 我觉得他原本呃就是我我潜在的另外一种声音吧 嗯 至于气音的东西是因为有一些歌曲的意境 我觉得必须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吧 嗯 我觉得更加空灵了整张作品我就听过去更让人有想象的空间 嗯 而且真的跟以前的你的作品有拉开了一个距离 对 好像这个声音更加纯稳了 嗯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要比较接近我的声音的话 我觉得神秘之歌里面的音色会比较接近我自己本身 嗯 嗯 原来的这个发音的一个地方 嗯 嗯 对 那要聊到了这张专辑里面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首歌 就是这个也算是我们中文音乐圈的一个创举哦 就是在一个中文的音乐当中呢加入了马来半岛的这个Mock用的鼓调哦 嗯 其实这首歌的idea是制作人陈寅豪怎么说input加入的 因为这首歌Rotau的诗词是写那个印度海啸之后的一个文明更迭的一个内容 嗯 嗯 嗯 那 就是有这种半岛古文明的一个概念音乐形式 那陈寅豪制作人呢就决定把它融入里面 然后为什么后来会加入Rotau诗人自己本身的朗读呢 嗯 是因为其实整首歌本来只有就是音乐的部分就是还有我人生的部分加上Mark用 可是后来这首歌作为专辑就有一首歌 而且这整个专辑的主轴是诗曲 那我们着重在诗 所以最后制作人就觉得说 倒不如把那个洛涛他本人自己来朗读 更具意义吧 所以就而且洛涛也朗得非常的好 对很棒非常棒 为这首歌曲的加分非常非常多 而且给人一种就像刚刚说的 就是一种剧场的感觉 身临其境 对 反正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剧场看剧 我觉得通过这首歌曲反而找回了看剧的那种感动 那这首歌曲就是渔夫和渔国王 非常棒的一首歌曲 大家可以听听看 但是不是代表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可能真的 太小众了我觉得口味蛮冷的 但是我觉得听这首歌要有一个技巧 如果我要介绍你这首歌 我不能把这首歌就直接这样丢给你 我必须把洛涛的文案跟他的诗 你必须拿在手上先了解一下文案 然后你再去看一遍那个诗 再来听音乐 你就会非常的有感觉 要不然你这样乍听之下 你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好像在念经那种 其实这首歌我不太敢在晚上的时候听 好 对 我觉得有点怕 他本身就是很有那一种神秘的仪式感 你会去自在 所以可能还是白天听比较好 又或者是就是你刚刚分享的 这首歌真的真的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我每次推荐这首歌给朋友 我都会把那个文案先让他们看一遍 然后才叫他们听 要不然他们可能会很抗拒 嗯 好 我相信是的 那我很好奇哦 这个作词人本身 就是这个诗人本身 张若涛他是怎么样来评价这首歌 或者是整张专辑的 周若涛啊 周若涛对 周若涛 周若涛你要回答一下吗 哈哈哈哈 他有没有告诉你 他听到 你们把他制作出来了 他听了一遍之后 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其实因为若涛他本身是一个诗人 本身是一个生意人 他对音乐其实真的完全一窍不通 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自己的诗竟然可以被谱成曲 然后被编的那么好听 变成好像可以流传很久的一个音乐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蛮感动跟 怎么说 经验吧 就经验为什么 周若涛可以把他的歌写得那么好 然后交到音乐总监 Ken Ho还有团队身上 可以把他编到好像电影这样子 让他的诗可以透过音乐来传达给更多的人听到 变成更有生命力 没错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文字是非常的安静的 那现在透过就是制作团队的一个努力 我们就让整个作品就活过来 包括文字也开始变得更加生动 更加感动了 那我们继续来聊聊你这次的张专辑 很有趣哦 其实除了这个CD之外 你还推出了黑胶唱片 你知道为了要买你张专辑 我有一股冲动想说我是应该要买黑胶机 可以来讲一讲为什么这次会出黑胶唱片 这么大手笔 对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神明之歌 它的封面非常的强 也非常的亮丽 他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作家 画家叫龚万辉的 对他为我们十首歌都特地画了十幅画 就是相关联的一些每一首歌都有一幅画 那画是一个艺术品嘛 如果把它变在那个CD的规格太小了 我就是制作人说怕有点对不起他 所以就把它放大成黑胶 就让人拿在手上的时候 然后有那个质感 就好像拿着一个艺术品一样 所以大家在买了我们神明之歌黑胶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一张黑胶唱片 它里面其实还很贴心 有附送一张CD 就是为了不要让你们而失望 没有黑胶机的朋友 对对对 就还有一个CD 然后你拿在手上又像是一个艺术品摆设 摆设的一个艺术品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你必须拥有这张黑胶 对你不需要急于去买黑胶唱机 当然黑胶唱机黑胶唱片 你更加能够听到我们在里头所要表现的细节 比如说人声啊乐器啊编曲之类的 不过如果你没黑胶唱机的话 不要灰心里面也是有CD 你可以拿CD来听这样 好那我们也知道说这张专辑 其实有报名今年的金曲教 那欣妖要不要来讲一下 觉得看到这个入围名单没有自己的名字 当时当下有没有很失望 还是没有关系可能再接再历 只是这个只是一个尝试的第一章 然后下一次可能我下一次还要做得更加精进一点 来报名进取 其实讲真的是有点小失望吧 不是失望是失落 对我相信团队里的其他人可能也会有点小失落 因为我们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然后当然奖项是一个肯定 就像若涛所说的 没有得奖就必须淡定 那对我觉得我们没有入围进去讲 那是因为可能我们的作品也没有太过被台湾的朋友看见吧 加上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宣传这张专辑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个劣势 其中一个劣势是因为没有办法及时让台湾的朋友看见 因为其实我们去年也想说如果今年疫情有比较好的话 其实想要到台湾去落地宣传一下的 对我就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更好的让台湾的朋友关注到这个专辑吧 尤其是马来西亚文学作品 对对那其实得不得奖其实真的也是其次 最重要的就是这张专辑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啊 甚至是一些不认识的歌迷朋友当中他们的回想都是很好的 我觉得这样就已经足够了已经有了一种肯定了 是是真的真的我特别喜欢这张专辑我也非常喜欢 对也希望说星宴能够再接再厉 我们明年再来好不好 哈哈或隔几年之后对 等你比较这个情况比较稳定 若涛能够再交出更多更好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他应该怕了吧 他很期待神秘之歌2.0 是真的吗 我觉得若涛会吓到 他不管我们要给他压力 不要怕不要怕你可以的 神秘之歌我们还是会继续的落力做宣传 包括我们原定在7月份做一个连展 不过我们届时会看一下这个MCO这个疫情到底是怎么样 在对在做打算对 那最后星宴有没有想要通过这个节目来介绍给大家的一首歌 让你选一首来宣传一下打打广告 对像我们刚刚已经播过了神秘之歌 其他有没有让你真的很想要推荐的 其实有很多 都很难选加油 对 不能太贪心的话 我觉得就选如果世界末日我不在你身边吧 因为我觉得 你玩这首歌 对 第一次我就哭了 我觉得太感动了 这首歌 真的吗 对 对 好 谢谢欣燕 谢谢欣燕 专辑大卖 谢谢 谢谢 你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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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